你为了终结军神的保证奋战 你必须失去 你必须活了 我的走狗 把狮子扼杀在他们的摇篮里 小子 没有 小子 一个 担担 不 自 得 有 了 不 旅 你 1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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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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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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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来的他都早就这样了 这两下人家不玩了 一期体验都没了 第1波的时候 就前面第1波的时候没打过你后面会一直被压着打 但关键谁知道打个钻石能拍到主播呢是这样说吧 假如你 跟我的身份换一下 铁蓝不会铁蓝能打回来 龙错不一样的 你们不要觉得我在找借口只要你们是主玩罗嗦的就知道我说什么意思 龙错不一样的我知道你们会说他也把我当本地钻石了 我不是找借口 现在碰我的人基本上都走了 那就 你 说 你 是 前面看不出来啊 因为前面你再牛逼的倒霉 或者你再牛逼的拉夫 不对 不是再牛逼的拉夫 你前期是看不出来的 他还是要靠手法赢你 剑技也要靠手法 你前面单发吧单发力波 剑技要靠后面 落手还是有龙错的 能打回来 说难听的 落手打那些英雄 我说的那些英雄没龙错你知道吧 不青钢影又是另外一个龟类了 青钢影落手一级不压的 他是属于杰斯那种龟类了 就像你跟那几个英雄对线 你两集就看得出来 他是不是高手了 就你跟他对线补刀的时候 发现他怎么压你 或者他怎么样跟你换取 你就看得出来了 我说的是 落手一级要压人的那种 或者是瑞文这种的 有小心点吧 全身贯注打 要不然输得太难看了 我不太难看了 牛钢影 小钢影 我来了我来了 为什么我们这边打这么劲呢 别浪漫吸啊兄弟 他流血流血了 他是用龙硕换来的处置啊 所以他崩了他就很大变的英雄 你就会发现无改 而且骆驼这英雄是不带踢的 无改 只要你玩骆驼玩的多你就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你不玩骆驼的你也理解不了我说的大概什么意思 不就外海试饭吗 你这干啥呢 好 相反的怒手 容易打是吧,那相反的怒手其实也容易滚雪球 我没去走 你不用替我去死了 我也缺手了 偷掉了